各位大家好,今天為大家分享的就是2023年的第十一條題目 這條題目,問極都是要問光合狀及呼吸狀 第一件事就是發生的地方 第二件事就是發生什麼事 第三件事其實問極都是問你第三件事 產物的命運 所以當中,光合狀及呼吸狀混合在一起 很明顯同學們都亂了 第一件事就是糖烤解會不會產生這個ATP能量分子 會的,缺氧呼吸 第二件事,卡爾文循環入面其實是不會的 第三件事就是光化反應 即是菠蘆菲實生,菠蘆菲實生 亦都會產生這個ATP能量分子 所以落到正確答案就是 BOY54%同學答案 一半多些同學 都會提供 你一定要熟悉 SIR、DICSON 教大家發生什麼地方 發生什麼事 以及產物的命運 溫屬E3點 在教科書裡面也好 如果用NOTES去找出答案的話 那些PowerShaper 其實落到過去的10年 問極都是這些 所以你都會看到一件事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54%同學答對 一半多少少的同學 但很多同學都會覺得2是對的 因為真的搞到亂七八糟的情況 有26%的同學 都會覺得2是對 但2是錯的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的手 去理解 剛的作用和呼吸作用的讀法 拜拜 拜拜